下课时 小树蛙拿出一袋化石 一颗又一颗的摊开 很认真地看着 狐狸猫好奇地凑上前 小树蛙 你的岩石好漂亮哦 小树蛙很认真地回答 狐狸猫 这不是普通的岩石 这是化石哦 化石 是什么石呀 可以卖很多钱吗 小树蛙有些疑惑地回答 这些化石 是前年暑假 我和爸妈到美国游玩时 在化石馆购买的 店员说这里面的生物 已经有几百万年的时间 时间这么久的化石 应该可以赚很多钱吧 我们要变富翁了 狐狸猫仔细看了化石后 说这个岩石中 还藏着好漂亮的花纹 是一种罗类吗 我们可以利用生物课来问老师 化石究竟是什么石 而这个生物又是什么 中场后 生物老师走进教室 小树蛙举手站起来 并拿出化石问道 老师 这是化石吗 什么是化石 可以卖很多钱吗 今天我们刚好要上 演化这个课程 我们可以来谈谈化石哦 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 活动痕迹或遗体 经过漫长的地质作用 所形成的 英国博物馆门口 所陈列的这颗木化石 就是树木 历经长久时间的地质作用 而形成化石的 化石跟岩石 是有区别的 败卖举手说 到底化石跟岩石 有什么区别 有哪些著名的化石呢 老师解释道 例如 有些生物的遗体 被掩埋在岩石之中 有的被冰雪覆盖 必经过很长久的时间 被我们人类挖掘出来 就像恐龙被岩层掩埋后 经过漫长的时间的 地质作用 如今被科学家挖掘出来 又例如 在西伯利亚的 涌动层中的 萌马像化石 被挖掘出来的时候 组织还非常的柔软哦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化石 这时 狐狸猫好奇地问 一连串问题 老师 我家冰箱的猪肉 解冻后的组织 也非常的柔软 这算化石吗 午餐吃剩的文革的壳 鸡骨头算化石吗 坟墓里埋很久的骨头 算是化石吗 不是哦 这些文革的壳 鸡骨头 及解冻后的猪肉组织 都未经过长时间的地质作用 只能算是遗体或生物残骸 小树蛙举手说 我懂了 化石大部分会有古生物的特征 我拿来的化石 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动植物遗骸的轮廓 它们都有特殊的形状 可以直接判断出来是化石 小树蛙太棒了 你拿来的的确是化石 化石的种类相当的多 最常见的化石有是动物骨头 例如恐龙化石 或者是节肢动物 例如三叶虫化石 老师 小树蛙拿来的化石里的生物 是什么 化石相当具有研究古生物价值 可以让科学家知道很多事情 小树蛙拿来的这两个化石 分别是直角石化石和橘石的化石 都是古生物化石 其中直角石是古代一种 伸长笔直的生物 具有圆锥状外壳 且主要生活在海中 小树蛙带来的这个化石 可以清楚辨识的部分 正是直角石 遗留下来的圆锥状外壳 科学家利用一些科技 还原它的外貌 另外也可以模拟 它当时生存的环境 橘石也是生活在水中 外观呈现螺旋形 小树蛙带来的这个化石 可以清楚辨识的部分 正是橘石的螺旋状外壳 麦麦问道 老师 化石可以让我们知道 古生物的外形和生存环境以外 还有其他的事项可以推测的吗 小树蛙举手说 我知道 还可以推测地球上 曾经发生环境变迁 小树蛙的知识很丰富哦 直角石和橘石 现今均是已绝种的生物 科学家推测 直角石生存的年份 大约是4.6亿年前 比恐龙出现的年份要早3亿年 而橘石则与恐龙生存的年代相近 但最后直角石与橘石和恐龙等生物 一起于终生代白鳄季末期绝种了 科学家推测 当时的地球应该曾经发生环境变迁哦 化石可以知道生物的外形 生物生存的时间之外 更可以让我们推测 当时地球上曾经发生环境变迁 最后来考考大家 看今天的课程 大家是不是都学会了 科学家在台北近郊的圆山西边 发现许多史前时代人类 使用被类所遗留下的残骸 及各种不同类型的陶器 玉器等文物 相传是距今2000到3000年前的人类 所遗留下来的 请问圆山被种算不算化石呢? A. 不算 被种就是贝壳 现在也有贝壳 B. 不算 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圆山饭店吃饭 C. 算 圆山被种可以解释史前时代人类的生活状态 D. 算 圆山被种可以说明当时圆山地区有人类生活 最后我们来观念统整一下 化石就是古代生物的活动 活动痕迹或遗体经过漫长时间的地质作用所形成 从化石可以知道古生物的形态、构造、环境变迁等讯息 最后大家来和狐狸猫及小树蛙脑力激荡一下吧 如果恐龙将石头吞入肚子内 历经一段漫长的时间 与恐龙一起被发现算不算化石呢? 图片中的岩石算是化石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